- 歡迎收看就位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感受請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 公司新闻议题中心PNN 还有灿烂时光节目联合制作的 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九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PNN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库的网站会有完整的播出 那我想今天要谈这个话题 应该是在这个礼拜 是在很多的媒体当中 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议题 当然这个议题其实不是只有在最近才发生 它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 其实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关注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大概也不太去了解到这个议题 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那这当然要谈的是所谓的 持继在内湖保护区的一些开发案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议题的了解 大概就是来自于视照会法师 跟科皮之间的一些言语上面的一些争扎 引发后续包括坐宾示车等等的消息 可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 回到这个议题的本身来谈 让大家了解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 以及为什么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 什么样抗争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到底究竟发生了哪些的问题 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来宾 他是内湖保护区守护联盟的常务理事 同时也是大湖里的里长红美惠 红里长你好 你好 老师好 我是红美惠 非常谢谢美惠来接受我们访问 那虽然我们在公民行动影视料库在过去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当中 也曾经有看过红里长的这些发言 但是我想从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再把这个议题谈清楚 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发案的本身 这块基地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保护区 它的土质它的地形 与其这个地方曾经这样的一个保护区 这个地方曾经对于当地的居民的这个影响 跟它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这整个内湖之所以称为内湖 就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是会水会滞留的地方 那随着都市发展 当然有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的结果 都市计划做了某一些变更处理 有些地方它就会再把它扩大说 这边最不适合的还是要留下来作为保护区 那某一些地方呢 它可能比较稳定一点的地方 它就会把它变成是可以作为建筑用地的情况 那在现在呢 实际现在想要这个做变更的这块基地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水域 它是一个跟目前的大湖公园 就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水域 那所以呢 在慈记的前一手对于这块水域做了一个非法填土这样子的行为之后呢 那慈记购买了就要再进行变更然后再开发 那么这个对我们当地居民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噩梦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这个我们大湖里其实曾经经过几次的大烟水 那个水可以高到快一层楼 那也有一些民众就因为烟水的状况就上升了 所以其实当地的里民对于慈记要这样子在这个水域 即便现在是非法填土的平地的状态 要在这个水域上面这样子做大量体的开发 大家都是非常恐慌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其实在对大湖里里民来讲 其实这整个抗争行动大概差不多将近有20年的时间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要生活 每个人都要过日子 为什么他们会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下来去反对慈记这样子的变更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块土地 对这个当地居民来讲 这个分量是非常相当重的 可是实际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就不觉得这个环境是相当重要的 那就是一定要去变更 不管他是想要做儿童医院 还是现在的社会福利专用特区 这个对我们当地里民来讲 都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状况 那我们里民真的是很希望说 这块土地它具有地理上的不可取代性 也就是说因为山上的水这样下来 自然而然就会走到这个水域这个地方 所以它具有这个智宏的不可取代性 所以当今天慈记他想要在这个地方开发 一万三千多瓶的量体的这样的建筑物的时候 我们的居民当然很恐慌啊 所以大家就是很认真的去一直监视着这件事情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世召会法师就跟那个 柯文哲市长这样子就 就这样子吵起来了 然后就现在就变成这样好像风波很大 但是实际上这个整个 整个事情是一直在进展当中的 都还在行政程序当中 其实老实讲我今天身为里长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是 这事情本来就一直在发生 一直在进行当中 慈记从来没有放弃要开发这块地 就是他20年来就是一直这样子在申请变更的状态中嘛 然后里民就是一直在反对变更的状态中啊 可是最近就是忽然间变得很热闹 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也很无奈啦 对我想主要来试试点 这个洪理长最近也上了很多的电视节目 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在你的脸书上面也看到你其实都觉得 其实已经是发展很多的很久的这个事情 不过事情既然有这个冲突发生也未必不是坏事啦 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些问题稍微的谈清楚一点啊 那也许这边可以从两个部分 一个大概就是在于所谓的取得土地 他的法律程序的问题 或者是在变更过程的法律程序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在于到底当 就是即使是合法 他还是会造成某些的影响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后面再持续的来谈 不过想要再回到前面的问题 你刚刚谈到说 这个案子其实已经有大概有20年 抗争也加了将近20年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这20年间 到底跟持继或是跟相关的政府机关 你们的互动的方式是什么 或是你们抗争了什么东西 你们提出了什么诉求 而不管是政府的都委会 或者是在于持继的部分 他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可以这样讲 其实李明跟持继这一边 其实基本上好像是不太有很好的沟通 那为什么呢 因为持继他只要谈他的慈善事业 他只谈他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李明呢 是很希望他谈环境的问题 那所以呢 这两个是没有交集的 所以经常我们在都委会 只要一开会了 那就大家就通通跑去那边 然后呢在都委会上面呢 李明说李明 李明说李明的话 都是谈环境 然后呢 持继呢都谈他们的慈善事业 所以一直都是没有办法交集 那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这个都委会就在一直开一直开 开了这么多年下来 通通都没有结果没有交集 那我们李明呢 另外也谈了一个东西 也是持继不愿意面对的 也就是说法律上的部分 第一个 我们认为说 今天都市计划的变更案 这是一个很影响 影响这个整个当地居民很大的一件事情哦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依法来办理嘛 那么持继呢 他是用一个专案变更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可是呢 专案变更呢 他必须有一些要件存在 比方说持继他用 都市计划法的第27条 第一项第三款 像这样子的条款 这个法律上面写的是说 为了因应国防或者经济发展的需要 非讯刑变更不可 在这样的基础底下去变更保护区 可是显然持继并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这个也是李明很质疑的地方啊 为什么你持继可以不守法呢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今天持继提出一个都市计划的主计划变更案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回来想 这个政府是有法规的啊 政府是有法律的啊 这个 政府的法律里面规定的是 主计划的提出是由官方发起的 但是持继并不是官方单位啊 为什么持继会去提提主计划叻 这个也是我们民众很质疑的地方啊 所以说 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法律上的问题 持继通通没有面对 都委会也没有面对 都发局也不面对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个违法的部分 持继所在的这个南北基地 全部通通都位于山坡地 早期持继一直不承认它是山坡地 即便到现在哦 市召会法师还是上节目一直讲 那是平地啊 你们为什么硬要说人家是山坡地 但是我告诉各位 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就是告诉我们 他给我们的公文就是告诉我们 全部位于山坡地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有法律 有很清楚的定义 但是呢 实际的支持者这一方呢 完全否认 那这样的基础底下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对话 那也就是说 形成了每一次的都委会 或者是说记者会 我们就一直在讲自己的 个别讲个别的 所以永远都没有交集 我想大概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有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是政府嘛 不管是都委会或是都发局 那既然两兆是有冲突的 既然有法令是有明确的限制的 那这些都委会或是这个都发局 他们完全都没有回应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既然你们提出了这么多的 法律上面的质疑 例如说它是一个个别的变更 还是一个全盘的变更 或者是它是不是符合这个刚刚谈到的都市计划法的27条 这个部分 那实际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觉得真的 政府单位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我觉得它的角色真的很诡异 我必须要讲说是很诡异 为什么呢 我们在旅次的这个审议大会里面 我们都会提说 为什么这个主计划 明明就是只有政府官方才能够提出的 为什么实际可以提 但是每一次的会议 所有的委员通通跳过回避这个问题 从来不回答 完全从来不回答 第二个 关于那个27条一项三款的这个法令适用的问题呢 我们说实际跟国务法没有关系 他们也不讲 他们也不回答我们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在现场都是装傻吗 对 就是跳过啊 就是跳过啊 每次去那个審议委员会的时候就是跳过啊 然后呢 讲到经济发展的这个部分呢 我实际倒是有回应 他首先呢是 一位那个杜发局的官员 同时他也是实际人哦 邱静斌先生哦 他就说 因为实际所从事的呢 是属于 可以调和经济 调和经济 所以他符合 符合这个经济发展的需求 所以他就是符合这个定义 就是他这样子口头这样讲啊 当他讲出调和经济的时候 其实现场的是一片哗然 所以你这个是哪里来的定义 你怎么可以自己随便讲讲就算了呢 然后又过了两年以后 换成 慈继自己说了 我们慈继从事的是慈善事业 所以是善经济 我们也从来没有在经济学上有看到有任何善经济的定义啊 所以今天法律的这个法条的适用是不是可以这么便宜行事 你慈继说了就算 那你这个邱静斌说了就算 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吗 所以我们觉得说 今天政府官方在这个角色里面 在这个案子的角色里面真的其实真的非常的诡异 要不呢就是回避这个问题 要不呢就是让慈继来回答一个很奇怪的自己创出来的名词 那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居民没有办法认同的 今天如果说 实际他们的 开发方能够有很好的对于我们所 质疑的这些法律上的问题能够有很好的 能够说服我们的话我想 很多的抗争很多的这个 冲突应该都是可以减低 但是十几年来一直没有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啊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回答嘛 就是现在现况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觉得这次其实刚刚你谈到是一个非常诡异 甚至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就是明明他是可以就事论事 明明他是可以就法论法 明明他有非常清楚的这种法律的规范 以及这个包括还评或是地址相关检测的一些资料 可是最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政府官员他是消失的 为什么政府官员他在这地方 或是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个都委会都 都市计划处的这个部分 如果就如同您所说的他是一个静默不生甚至回避的话 我觉得这是恐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职啊 我不晓得当然这可能会扯远 就是你们会去考虑去直接的去针对这些政府官员 例如说去监察院或者是去其他的廉政 这个相关的委员会里头 去要求调查 或是要求他们来做一些更明确的回应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来谈这个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最近引发争议的持续开发 内湖区的园区的开发案 可是这当然不是最近 这其实已经有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 但是这20多年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议题 有很多的争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而且特别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政府的角色似乎是消失了 就是我们是纳税人 然后当人民跟人民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的时候 那政府是不是应该又按照法规 按照基本的勤理法 或是各式各样的一种科学的根据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做一些决定 或是让双方充分的沟通 那很可惜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做法在我们政府 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是看不到 现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邀请的是 在这次实际开发案当中 其实也是长期关心这个开发案 以及内湖区的当地的居民 大护理的里长洪美惠 洪里长你好 你好 老师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消失了 那这个议题其实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都市计划或是都委会 甚至整个环平都是跟政府有关 它可能从一个地方甚至到整个大的 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环境的规划都是有关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刚刚提到说明明有法规 明明有政策 明明有所谓的地质的检定 那明明你也跟这些都委会提的 也跟这个都市计划处相关的市政府也提了 那他们都是装傻 对 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有怎么样再去回应 或者继续使用政府这个部分去做抗争吗 对 我想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个政府的消极不作为 使得支持实际开发的这一方 跟我们反对实际开发的这一方 两边完全没有交集的情况底下 就一直在对立一直在冲突 就是政府失职了 政府就是消极不作为 那我们在目前我们的法律里面 唯一一个可以一个救济的部分 就是环评的部分 只有环评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跟他对政府进行公民告知 然后我们进行公民诉讼 所以这件事情 至于其他的哦 他的那种比方说他草率的认定 我刚刚所说的草率认定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他适用法条27条 一项三款的这个解释 政府迟迟不肯讲啊 那我们屡次屡次的这样子 在都委会里面这样子问 有一次哦 那个都发局的主命刘慧文 女士他是这么讲的哦 我们就讲为什么你们可以用这一条让他提案进来勒 他就说因为慈济买了地以后 没有再破坏土地 这样子也可以成为理由 这是两回事吧 这是两回事吧 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 那个政府要把话讲清楚 你今天为什么让他试用这个法条 让他把案子送进来 政府从来不讲 然后我们也提出来说 法律上有很清楚的规定啊 三坡地一公顷以上你就必须叫他还评啊 否则你不能够给他开发许可嘛 你今天如果说你要让他变更 这个准不准他变更就是一个开发许可啊 那为什么你可以不用叫他还评呢 所以其实我们李明真的 我们曾经对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提起诉讼 我们告了他说 你为什么可以不叫他还评 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说 这个还评的诉讼案呢 我们告到了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张金二副市长把实际的这个专案变更的这个案子结束了 把这个案子包装进去送进去那个内湖区通盘检讨以后 等于我们诉讼的这个主体 就是这个专案变更的这个部分就消失了 我们诉讼的主体消失了以后变成是 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告了 我们告的对象不在了 所以我们只好撤案 所以我们人民在对于环境的保护 我们希望政府有一点作为 其实是非常辛苦非常困难的 那这也就是说逼得我们人民不得已只好经常是上街头抗议 去用抗争的方式或者是开记者会的方式 就现在就是形成这样的状态啊 那政府这个角色到哪里去了 我们不知道 先让我讲一下 我其实曾经跟那个慈记的发言人何日生先生讲过 我们有一个对谈 他有一天问我说 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说我们这边是有智洪量啊干嘛的 那我们就告诉他说 这个很清楚啊 那个地图上面都是有的嘛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这个土地本身就是具有智洪的功能 就跟那个大湖公园一样啊 那他就告诉我说可是土地不是我们填的啊 这个湖不是我们填的啊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的晓得 这个非法填土不是慈记做的 是慈记的前手做的 但是慈记的前手做的代表的是什么 是台北市政府的失职啊 对不对 然后所以何日生先生就跟我讲说 对啊对啊 那你就知道是台北市政府吗 那你去找台北市政府不要找我们慈记嘛 我说没错 我们没有要找你慈记要这个智洪量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们今天变更过了以后 你们的大楼一盖下去之后 我们跟台北市政府就要不回来了 所以我们很清楚智洪量 这个部分在这块地的智洪 智洪的这个责任 其实台北市政府是完完全全的失职 我们真的是要跟台北市政府要回来 但是前提是如果今天慈记变更了之后 我们就绝对要不回来 所以其实这个因为变更而重新的去做某些的 再多做了一些开发 而造成了这边环境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损失 甚至淹损的问题更严重的话 实际不也是受害者吗 他好像不管了 是啊 我觉得说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想法 他们还是有一种思维是人定胜天 他们觉得说工程技术都可以处理这个处理那个的 那我必须讲一个东西 我是觉得说在道德上来讲 其实就现况而言 目前的非法填土 其实还是已经造成他后方的那些农户 经常在淹水的状态 并不是现在都不淹水 那所以当他今天他13000多瓶的量体一盖下去之后 整个水流那个浸流通都改变了 整个环境都改变了 那你今天水走到哪里去 你当然你可以把自己盖得很好啊 可是那旁边呢 你的邻居呢 你的附近的附近的整个大的环境 你要不要照顾到呢 实际不管的耶 你知道吗 他所规划的制宏量是两三千而已哦 甚至于他连后方的整个集水区的面积的那些 水的责任他通通都不要管耶 这个是最新的计划书里面 已经修订到变成这个样子 早期实际在设计那个制宏量的还有一两万哦 现在只有两三千而已哦 你要知道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面 他整个计划书一路的修正 修正的结果是变成是 制宏量是越来越少耶 然后料体当然也是在变小当中 可是还是相当的大 有一万三千多瓶 所以我们其实内户保护区守护联盟一直以来的诉求就是一个很清楚的 希望实际是在保护区的框架底下进行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 这个我们就这是他的权利我们没有办法干涉我们也不干涉 你们也不会说他们不要去做这些所谓的善事嘛对不对 对没有我们完全没有阻止因为现在的法律他就是可以做保护区的副条件使用这个办法里面第八组社会福利专用设施他就是可以做啊 所以实际完全没有变更的必要性 那我们就不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坚持我们唯一能够想得到的就是只有量体实在是差太大 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回到在这个程序上面来谈就是你刚刚谈到还评那这个案子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不直接送还评或者是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某个程度的还评的程序了呢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实际是拒绝的实际是不还评 实际可以拒绝吗 因为没有人叫他因为没有人命令他必须做还评啊所以就是拍戏拒绝啊一直这样子省啊 可是在法律上面他只要超过了一定的地基或是一定的范畴他不是就应该要做还评吗 所以我刚刚讲了这是一个政府单位很吊诡的角色他一个很暧昧的态度嘛 他没有命令他还评所以呢实际也就赖皮着不还评啊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啊 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今天你必须要补某一些某一些资料或者是某一些什么送件之类的 你必须做某一些动作你才可以有下一步 但是实际没有做可是政府就是一直让他继续在那里省啊 政府真的可以叫他就是你就是还评以后再进来省 我们也一直这样子跟政府讲但是政府就是装傻啊他就当做好像不存在 好像我们都没有讲话一样 可是我们历次的都委会的会议里面我们一直在呼吁 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主计划提出来包括我们讲的27条一项三款 包括要还评所有的委员通通在这里面 所有的委员会都在这里面通通都跳开的 不过其实老师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认真的去看那些会议记录 还是有一些委员会讲到不应该剥地他用不应该变更 或者是说你最好做个环评之类的这些话都有写出来 但是到了大会的做总结论的时候这些就不见了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诡异的事情 坦白说做环评他如果进到一个法律的程序当中 进到一个专业的程序当中说不定 说不定这个实际还是可以变更 那或者是说即使在变更他还是可以去做某种的调整 因为还有二次环评或者其他的这种机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明明有法律在那边但是他不做 那我想问了一个问题 万一这个都市计划这个变更 然后也没有经过环评就通过了 那就是像真的去盖 那对当地的居民的影响是什么 那从一个整个大的这种所谓的通盘的考虑来看的话 这个对一个都市的发展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老师我觉得你现在把问题先拉的有点远 不过我先讲一个比较前提的东西 就是你的前提先讲了 如果不经过环评然后结果案子过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个更大的抗争 怎么说 真的会变成是一个更大型的那种对立 为什么 如果说政府它不能够说服我们说它不需要环评 如果政府没有办法说服我们 说不需要环评 那我们当然会没有办法忍受啊 你知道吗 今天为什么有法律 可是政府跟实际是可以不遵守的 为什么 这个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啊 对不对 那后来你后面再提到的问题是说对整个社会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必须讲 其实有多少的建商就是这样子胡乱开发 我们看那个清静 嗯哼 没错 清静 当清静开到整个山头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们南投政府要怎么处理 想办法就地合法耶 嗯 难道说实际就是要走这种路线吗 硬来吗 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社会观感真的非常的不好 那今天实际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台湾之光 它是一个社会观感非常良好的一个慈善团体 可是今天为了这样子这一块地的开发 不惜跟这个我们的李明这样子杠上 然后呢这样十几年下来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在互相的这样子的攻击 然后如果说真的走到了不环评 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被通过了 好我们讲万一将来这个地方出事情了怎么办 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包括方文山老师 包括陈鸿宇老师他们都说 这个环境因子很危险 这个地方不适合开发 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都委会的那个審议会议里面 其实真的有好多位委员老师他们都是这样子讲的 可是如果说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是会去变更 还是会通过 然后又不愿意做还民 不愿意把环境的因素给他摸清楚这些底细 然后就这样子过了 我相信这应该会引起一个非常大的抗争的 嗯 没错 可能已经不是只有我们内湖保护区守护联盟会来抗争 我觉得所有关心保护区的人 可能通通都集结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会变得很大 你看光只是现在 世照会法师只是为了 柯文哲讲一个奇怪 就已经现在这个新闻这样子沸沸扬扬这么多天 那如果像你刚刚讲的真的就让他通过了 又不还评 我看这个社会分招会相当大的 嗯 我想这样的一段调话也是给我们政府一个非常严重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是该有的程序版就应该要做 该做的这种还评就应该要做 但是我们也看到包括像之前的美丽湾的这个案子 其实也发现类似的问题 结果政府还不是被告输吗 对对对 这个政府会做一些大家觉得非常荒唐莫名其妙的事情 是 没错 没错 我们真的是觉得政府失之 我昨天上节目我也是这样讲 就是整个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失灵 然后呢就是批批 成续就是继续这样子走 然后就是不晓得想要赖皮到什么时候 然后就偷偷摸摸的过 其实我们居民很辛苦 因为我们很怕他偷偷摸摸的过 所以每一场的会议我们通通都要去参与 大家都要把手边上的事情放下来 我们的生活全部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呢为什么居民会愿意 愿意花这么多的精神在这件事情上面 而不是在好好生活 因为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这样子不还评那就通过了 我觉得真的是 不晓得会不会就是有很大很大的那种 真的大家都集结到市政府去包围市政府算了 嗯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才能够好的生活呀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 其实我们跟实际方面跟政府都讲 我们希望讨论的是环境的问题 包括我这两三天上电视节目 我也是一直讲说 我们来谈环境好不好 我们不要一直谈你的持战事业如何如何 因为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事业 如果你这个地点选错了 其实好事都一定是变成坏事 对不对 强给的爱不是爱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必须要这样子 这么的 我觉得蛮横啦 我真的是觉得 已经蛮横霸道的这种状态 如果今天他该有的法律程序 他都遵守了 该有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我们好好来分析 其实我们的李民都是能够接受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今天如果说一方面只要谈他的国际救灾如何如何的伟大 然后拯救多少人等等的 可是你却不在乎你脚上踩的这块地 这附近这些居民的生命安全 那这有什么好谈的 这根本完全谈不下去嘛 你知道吗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说 今天这块土地它是具有 治虹的地理上面 地理位置上的不可取代性 但是今天慈忌所要想做的 包括他想要做的志工训练中心 包括他做的图书馆 宿舍等等的 并没有非要在这块不可 这种必要性 没有不可取代性啊 对不对 你今天仓储如果能够在一个交通更便利的 甚至于在机场旁边是不是更好 记得要做国际救灾嘛 你的毛毯是不是应该在那边仓储 对不对 我们并不是说不欢迎慈忌 我们很欢迎慈忌 我们对慈忌也很尊敬 我们也很爱慈忌啊 但是今天是 我们要跟他谈的是环境 我们完全不要去谈 这些各式各样的事业 那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事业是很重要的 管你是什么 对不对 环境它就是有地理的不可取代性 那如果这个疑虑能够好好的 跟李明解释清楚 拿出证据来好好的解释清楚 我觉得李明是相当理性的 都是可谈 但是十几二十年来 完全不谈这个部分 你想想看光只是一个山坡地的部分 我们都有公文哦 农委会水保局都给我们公文了 可是慈濟的支持者还是否认他是山坡地 你想想看这么简单的东西 他都可以跟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有共识 而这个是一个法律文件 这是公文 然后他们都可以不承认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会有互信的基础吗 就是现在这种状况啊 一直吵个不停啊 对我想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大概不只是没完没了 彼此之间冲突也会更大 问题也不能去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宏里长 因为毕竟是已经换了新的市长 但柯P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这个部分其实还不是很清楚 作为一个李明 作为一个里长 作为一个保护区 这个守护联盟的这个成员 你会给我们的新的柯P市长 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哦 我们的要求就是很卑微的 就是依法办理啊 真的是依法办理啊 像我刚刚讲的 我刚提出来的几个法律上的问题 然后我们希望他做还评 这个土地上的这个因素 应该要搞清楚来 然后再好好的认真的来审议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这个抗争就会停下来啊 可是如果说 还是像以前这样子呼嚨 包括像以前那个新玩家老师 那是更好笑的 他在审议这个会议的时候 他整场就在送扬慈记的那个功德 那这个是一个专业审查吗 完全不是嘛 甚至于他可以在会议上 没讲的话都写到会议记录里面去 这根本就伪造文书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说还是继续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不管是换谁当市长 都是一样的 这个抗争永远不会停止 所以如果说今天柯文哲市长 他很愿意的就是真正的依法行政 依法来做这些事情 让都市審议委员会好好的审 该做的环平好好的做 也不要做那偷鸡摸狗的那种 该专探的不专探然后跳来跳去 就做一些不实的地址的那种报告 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好好的认真来做 我觉得那个都是可以沟通的 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现在陷入到某种的泥造 那当然包括各式各样的情绪 或者是一些制业 或者是一些道德的问题 但是他很少回到那个基本的法律行政 以及在环境程序上面来进行讨论 我觉得这是一些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也其实也常常会最后倒霉的 其实是人民的本身 如果当政府无人的时候 倒霉的绝对是人民的本身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够跟洪理长谈到这边 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针对相关议题再做更深刻的讨论 谢谢洪理长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 你自己绅用的胸 Concentration 你自己拥抱 抬起头 带出生命的温暖 宋物 时间还来不及